新華社北京3月13日電 綜合新華社駐外記者報導 據烏克蘭媒體報導 俄軍13日清晨向烏西部利獲夫州 日陸棍學院發射多枚導彈 當地官員稱 控制造成35人死亡134人受傷 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13日說 沒有人排除俄總統普京 與烏克蘭總統扎尼斯基會面的可能性 據烏克蘭國西民傳電信社報導 當地時間13日清晨 俄軍向烏西部利獲夫州日陸棍學院的 國際維和和安全中心發射多枚巡航導彈 該軍事學院位於利獲夫州 靠近波蘭邊境的瓦鑼羅夫市 是烏陸棍重要的軍事訓練基地 烏克蘭國家通訊社 援引當地政府的消息報導說 截止當日中午 空襲導致的大火已基本撲滅 烏防爆專家正在清理現場 當地官員稱 空襲造成35人死亡 134人受傷 據俄羅斯國際民傳電信社報導 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13日說 沒有人排除 普京和扎連司機會面的可能性 但此前需要搞清楚雙方應該會在會面時討論什麼議題 以及會面可以帶來什麼結果 據烏克蘭國家通訊社報導 烏總統辦公室顧問 波多利亞克13日表示 烏防正在尋找合適地點 以討論安全保障協議 烏防正制定一攬子協議 在協議制定完畢 且雙方事先達成共識的情況下 烏俄總統可以會面 並遞結最終的和平協議 烏克蘭最高拉達會議 人權羨慕專員 傑里索華13日在社交媒體發布消息說 烏防13日繼續在 澤波羅爾 敦涅斯克 勞金斯克 福基州更地區開通14條人道主義通道 塑索烏克蘭居民 烏克蘭總統辦公室顧問 阿雷斯托維奇13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在烏南部克爾宋州的俄軍 12天晚遭到重創 目前馬里烏波爾 赤爾尼哥夫 哈爾赫夫 基芙州等地區 仍然在烏軍的控制下 他說烏北部和哈爾科夫 俄軍遭到阻擊後方緩攻勢 正在集結兵力 俄羅斯國防部發言人 霍納辛科夫13日表示 俄武裝部隊正在開展攻勢 過去一晝夜內前行14公里 自俄軍開展特別軍事行動以來 俄軍已摧毀了烏方3687柱 軍事基地設施目標 擊毀99部飛機 128部 無人機 1194部坦克 以及其他裝甲車 121台 多管火箭炮 443門 野戰火炮和追擊炮 991輛軍用特種車輛 據美國白宮12日發布的一份秘謀錄 總統拜登 依照美國對外援助法規定 委託國務卿 布林肯授權 國防部向烏克蘭提供 總價值達2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這批援助包括 國防設備等 部分資金將用於 烏軍事教育和訓練 據統計 自去年以來 美國向烏方提供的 軍事援助價值已超過10億美元 5 7 9 10